这是小杰最惨的时刻 面对强大的忍者伴藏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被打的全身是血 就连手臂也被对方活活掰断 最终只能躺在地上不断哀嚎 不久前会长宣布最终考试的规律 采取1V1淘汰赛 所有人只要赢一场就算合格 相反全赋的人将会被淘汰 而小杰首轮的对手就是伴藏 可这时有人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最先交手的几人 有五次失败的机会很不公平 但会长表示 这是根据前几场考核表现决定的 奇亚对此表示不服 因为她只有两次机会 于是让会长说出评分方式 结果下一秒她就被骂了 不过为了安抚明星 会长还是说出评分内容 主要根据身体能力值 精神能量值以及印象值所构用 这也就是所谓的猎人资质评价 奇亚觉得同实验结果来看自己比较优先 但就资质而言却连小杰也比较少 随后会长又提醒他们 本场比赛没有武器与时间限制 只有一方认输比赛才会结束 但不可以造成死亡 否则将会丧失资格 随后小杰与伴藏的比赛开始 小杰以速度扰乱对方节奏 但下一秒就被伴藏追上 只见伴藏一个手刀 将小杰弹倒在地 随后使用吸鼎 让小杰感受痛苦 逼迫她喊出认输 然而小杰却咬牙坚持 哪怕每站起来一次 都会被伴藏打倒 也依旧没有认输 不知过去多久 看着浑身是邪的小杰 雷欧丽无法忍受 想要代替小杰出战 但遭到审查会的阻碍 这时小杰再次站了起来 伴藏健壮 直接将小杰的手臂折断 剧烈的疼痛感 让她在地上不断哀号 这一幕也让雷欧丽和库拉皮卡 拼命忍受着内心奋怒 如果不是比赛 他们会直接冲上去干掉伴藏 看到小杰还不肯放弃 伴藏讲述起自己的人生 她是忍者秘密组织的后领 为了学会特殊忍数 从出生开始 就被加注各种年科训练 在小杰这个年纪就杀过人了 所以小杰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然而帅不过三名 在她装逼的时刻 小杰直接偷袭将她踹打开地 愤怒的伴藏直接掏出手刀 准备砍断小杰的笔 然而小杰却说道 如果她流血过多死去 倒是伴藏同样会被淘汰 但她也不想认识 所以提议换种比赛方式 伴藏一顿无语 这家伙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连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小杰的话给逗小 齐亚发现原本充满杀气的草茶 却在这一瞬间变得其乐融融 或许这就是小杰的特殊本领吧 但只要对方不在乎这次考核 那小杰的招数就没用了 毕竟实力的差距是无法运 失去耐心的伴藏直接怒口 为了不认输就要死在这儿 真的值得吗 小杰用坚韧的眼神望着她 并说到自己要去见老爸 并且和他一样成为猎人 所以是不会在这个地方放弃 不然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 听到这话伴藏心软了 收回首刀主动认输 但小杰却得了便宜还卖怪 认为应该两个人商量一下 被逼疯的伴藏忍无可忍 直接将小杰击晕让他毙服 而这场比赛也正式结束